我是做梦啊 也没有想到往门把上过条毛巾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真爱小树娘 晚上睡觉之前呢 为什么要在门把上过条毛巾呢 而且呢 这个作用还真的是挺实用的 携毁了以后呢 家里的邻居们呢 都会纷纷想着用 因为这毛巾呢 我们每天都会用到 用来洗一臉洗澡 每次用完之后毛巾呢 都会直接给它过在这卫生间里面 或者直接给它拿到阳台上 进行去晾晒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毛巾呢 给它过到这毛把上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洗洗作用呢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历身 但是天气呢 还是比较寒冷的 睡觉的时候呢 房间里面的双户呢 一般都是关着 那么这样呢 就是会不利于空气的流通 什么呢 也会影响到房间里面的空气质量 你呢 是睡了一个晚上之后呢 房间里面呢 难免会出现一股 比较势必的一位 但是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呢 晚上睡觉呢 家里呢 也有不少的朋友呢 特别喜欢开空调暖室 但是呢 空气啊 自热的时候呢 就会使房间里面的空气呢 变得特别的干燥 那么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整本呢 就可以赶紧啊 从家里掏出一条啊 要过期的毛巾来 那么立马呢 都能够帮您解决掉以上这些大难题哦 方法呢 不仅简单 而且还特别的实用 第一呢 该如何操作呢 不妨让我们一起跟着视频进来了解 学习一下吧 不过呢 视频都讲到这里了 其实呢 每一个视频呢 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还是觉得 我的视频内容呢 讲解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能否帮小薯娘点上一颗漂亮的小爱琴 致死一下呢 咱们也就废话不多说吧 赶紧进入话题吧 首先呢 很简单 咱们需要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小脸盆 然后往里面煎点这个骨锦水 这薰水量呢 不用太多啊 大概呢 500克转油就可以 紧接着 咱们再从家里呢 奶奶的爽弟弟啊 掏书一瓶这种即将过期的花露水 这花露水大家都知道 细味呢 它是比较独特的 里面呢 也是含有一些清新的细微 可以用来啊 改善我们房间里面的啊 刺鼻的意味 往里面呢 滴入5657890滴就可以了 紧接着 咱们再从厨房里面呢 掏书一瓶啊 这种古老的白树 把白树呢 给它往里面倒入小半瓶就可以 让白树呢 还有花露水呢 清水简单给它混合起来 白树里面呢 有着树酸的成分 而树酸呢 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有机溶剂 可以呢啊 很简单的把房间里面的一些异味的物质呢 给它溶液掉 洗掉一个清洁异味的转用 简单给它闻一下 真别说特别的清新鲜 非常的好闻 那么这样一款呢 特别简单的空隙清洁液啊 就制作完成了 下手给它搅拌个56C890下 接着咱们再把毛巾给它拿出来 把整条毛巾 简单给它浸泡在这溶液里面 进行呢 把毛巾给它打湿 让所有的毛巾呢 都能够完全湿透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把毛巾提起来 简单放到手心上 轻轻给它扭一下 这样子卸记啊 不要使太大的利息 我们要让这个毛巾呢 属于半干的状态就可以了 因为这毛巾呢 经过浸泡之后呢 就会附着着上面的溶液的成分 而且浸湿了之后呢 整条毛巾呢 就会吸附上面的水分 接着我们就可以 把它扭成放干的状态 直接将毛巾呢 给它撩好 利用起来啦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会赶紧跑去 隔壁老王家的房间 简单的把这条毛巾呢 给它过在这房间的门把上面 这样子 咱们在睡觉的时候呢 即使房间里面的空隙呢 不流通 毛巾上面的白树呢 还有花露水的成分呢 也会帮您缓缓的上花树来 改善 房间里面的这些空隙的质量 其实呢 是老王的房间 他呢 半夜可能会偷偷收藏几个年 那么这样子 整个房间里面的空隙呢 就会质量变得非常的不好 尤其呢 是家里要是有小孩子的话呢 您这个方法呢 一定要给它收藏起来 在家试一下 这样子呢 把毛巾给它过到这个门把上 简单给它放置一个晚上呢 等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呢 您就会发现房间里面的这一股 上溪伴随的蓝纹的异味呢 已经消失不见了 此时呢 咱们可以给它深呼吸一下 您便会发现 整个房间的空隙呢 瞬间变得特别的清晴 还有这毛巾呢 咱们被浸湿过了 即使房间里面开了空调制热了 那么这毛巾上面的水混呢 也会慢慢的挥花到这空隙当中 用来提高房间里面的湿度 这样子呢 不但可以缓解空隙的干燥 而且呢 还可以改善房间里面空气的气味 这做法呢 不仅简单 而且还特别特别的实用 这样一来呢 无形当中呢 也能帮大家 损悉一笔 这种加湿系的 这一个大开销 所以说 如果您睡觉房间呢 如果遇到以上类似的情况呢 您可以试试这个简单的方法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实用哦 还有呢 咱们里面也加入的花露水 不管是冬天夏天的时候呢 蚊子家里呢 都是非常的多 咱们家里的小宝宝呢 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时不时还会被他盯上了几个小红包 但是用这毛巾过在门法上呢 同时呢 还可以洗到一个西港纹绳的一个小抓拥 因为呢 里面呢 有加入了这个花露水 那让整个房间里面呢 都会松往花露水的新鲜的细微 所以蚊子一旦啊 从这个门方松腹方给它装进来之后呢 一闻到这花露水的细微呢 再也不敢靠近了 然后呢 就是日常有很多一些老爷爷啊 或者爸爸之类的 似乎都有一些吸烟的习惯 那么时不时呢 都会在房间里面呢 湿膝上的几口 那么这样子呢 也会导致整个房间呢 都会出现这种恶舌烟的味道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子的 真的是闻到这烟味呢 还有这二手烟呢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像皮 也是非常的难受 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您也可以将这一些溶液呢 给它装到一个小喷壶里面 然后呢 用这些溶液呢 简单对着空隙中呢 给它喷一喷一撒 那过不了几秒之后呢 您便会发现啊 屋里面的这个烟味呢 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且同时呢 闻着空隙呢 还会拌留一股花露水的清香味 非常非常的好闻 日常呢 还有让大家最烦恼的一个地方呢 那就是卫生间 像整门卫生间里面呢 时常呢 都会花扇书一股 比较难闻的一味 而且这卫生间呢 也是整门女人啊 或者宝妈们最烦恼的一个地方 因为呢 比较麻烦 每天都要进行去给它清洗 如果一没有时间的话呢 这个卫生间里面呢 两三天没清洗呢 就会出现 特别特别的势比的味道 还有这下水道里面呢 时常还会 飞梳几条这种小飞绳 到这样的情况呢 真的是让人十分的懊恼 也是特别的无奈 其实呢 不要急不要慌 您可以赶紧把这条毛巾呢 拿出来 挂到这卫生间里面的这个文法上 有使用卫生间的时候呢 把文法关上 那么使用完之后呢 双户也不需要开 只需要把这毛巾挂在这文法上 然后门关起来 不用几秒的时间呢 整个卫生间里面呢 也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新型 再也不用担心 会出现这一股能异的二色微 那大家做梦呢 也没有想到往玩把上呢 过上一条毛巾 没想到竟然作用这么厉害 到这里呢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动手使用起来吧 好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这里呢 是珍爱小鼠梁 喜欢我的视频呢 或者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了 帮我点个赞 交关注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